我比較喜歡的就是三倍堂的海商菌 我們會自己自創海商菌的原因是因為真的很多細米都很喜歡海商菌 而且它我們有嘗試做了不同的方式去做 因為我們把它改的跟以前比較傳統的方式不一樣 它頭上的東西以前是用紙板 然後現在我們就用壓顆粒去刷 去做一些比較透明的感覺出來 讓它好像有一種海洋的方式 讓它去呈現 因為當然我們也去保留它一般那種它藍色的東西 只是它以前比較可能會比較淺藍一點 然後我們是用比較深藍跟寶藍的顏色去呈現這樣 怎麼講海商菌真的算是很經典吧 當初它死的時候我也還蠻不捨的 因為它一個角色寫得這麼好 然後就這樣子見了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因為至少它也是先天類的 所以海商菌真的很經典 就這樣它 就這樣不見了 就算是 湧流在各個姓名的心中這樣 對啊 所以海商菌真的很經典 海商菌很少 海商菌很快 還跑一向 就是我 就是海商菌好 讓我們捉淀了 知道我做這些豐富的現張 讓我們去做avía muscle 知道嗎 所以可怕 在那 ole 我們有家電線 這樣不會把你湯起來像我 這樣不知道 星光三越巡迴展了 我在電視報第二 是不是還會有學生的機會呢? 這個嘛 你要看變卷吧 有沒有覺得 現在的戲齒很難說 應該OK啦 我覺得如果OK的話 我當然一定支持你 請記台海上軍學出的朋友 現在要來看星光三越巡迴展了嗎? 對啊 要記得來看喔